这是一个阳光明明的上午 这一天学校来了一个 头发上都是头皮屑的大帅哥 哇 是陆寒耶 好帅啊 哼 每个女人都这样 除了她 请稍微让开一下 就会以为自己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啦 帅个毛你是没有看到她变态时候的样子 不过看到她在学校里这么正经 应该不会乱来的吧 嗯 我跟你讲2080Ti显卡 你买给我的话 我就是你的男人 我才不需要呢 鱼书娇 你实在是太美丽啦 你相信缘分吗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 我他妈实敢好路过啊 我就不一样了 我是来特地接你的 这星期日和我去约会吧 没想到圣田军和林苗军在交往啊 诶 怎么会 怎么可能是这家我自己算字 你他妈给我放手啊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幕熟悉不 没错 这就是大名逼定的男女棍和双打 我给你一张2080Ti显卡 你别去新招老绿数了 行吗 哼 老子可是新人里 在一有限公司费的儿子 他会求你这9999元的钱吗 造势你 不是说对他没兴趣吗 那么就请你不要再打搅我 行吗 原来是那个男人 就这样你好啊 嗯 你是 没错 我是和瑞树同学同班级的 胆砖少女 哼 现在因为被瑞树拒绝太过悲伤了 所以想借用这犬水来洗掉我的悲伤呢 不用悲伤 我现在有好消息告诉七样 我可以把瑞树约出来哦 嗯 就凭你胸前这板砖能不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 嗨 很简单的啦 只需如此 这般这般 什么 这样就行了吗 但是你为何如此在意我的事情 你也知道 我是瑞树同学的好闺蜜 不 我不知道 所以 关注论你练琴的事情 我是很在意的 我不想看到瑞树静在恋爱这条路上迷茫 同时我也想支持你的恋爱啊 板砖少女 你居然 这么在意我的事情 你 视频上我了吧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们绿书讲收到了来自藤原同学请求约会的转信 约 约会 没想到藤原同学居然要找我约会 信无来来太突然了吧 得赶快回复 嗯 我想去 等等 060书这样写的你很悲动耶 不行 得表现得像男人一点 美人特邀 岂能不去 你他妈在装什么 放个平淡一点的 过了三小时 没想到发一条回复短信 居然花费了我整整三个小时 这就是处男特有的现象吗 不过 过了明天 我就不是处男了 现在他们不是处女吗 嗯 和藤原同学的约会啊 嗯 约会人还挺多的 是小洛基说人多才好玩一点的 是吗 又是一个分合而立的下午 我们的女主角陈原孟子一直盯着主角瑞树 最来上次七将说了 他这么可爱怎么可能会是男孩子啦 这种话 但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要打扮成男生的样子呢 你是不是在下瑞树会不会是女孩子啊 你怎么知道啊 实际上是上次出去玩的时候 七将跟我说的 那你去问一下不就行了 比如 快看看 怎么可能啊 小妮子做不到 那只好仔细观察了 怎么观察 看他怎么上厕所啊 但他真的是男厕所啊 你看现在没什么人 你进去看看不就行了 要不这些上次一样 变成阿萨西前路不就行了 你进去 到底应该怎么办 三头巾两头巾 听不清大胸巾 你们困扰一样 祝金出现象 如果有困扰的事情 我可以帮忙 我肯定会 一步龙子的帮忙 实际上是这样 怎么让我取头盔 060是什么上厕所的啊 做不廉耻 不过我喜欢 哎呀 我在妈 为什么 我也要用这种方式说话 用说来表达 为了更快变回男生 从上厕所房子开始 哎呀 有女的身体上的上厕所 还是第一次呢 你好像在烦恼小编的方式呢 为什么你在这里 男子厕所 哎呀 我被默认拜托要来这 说你因为上厕所方式而烦恼 那么我要拥尽我全力服务 快来吧 我就这样叫爸爸 嗨 傻 傻 傻 请出学长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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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一个疯和二绿的下午 为了知道瑞叔到底是不是女生 我和小陆基 便来到瑞叔他们的楼道社团 我们也要参加社团 那你们先来体验一下吧 准备OK 快开始吧 最直接确认性男士女的办法 就是直接接触 在摔跤的过程中 肯定会触碰到身体部位的 所以趁那时候 直接猴子涉头就完事了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 但为了知道瑞叔的性别 我还是过出去了 来吧 赶那梁 这是脏话 你还是家家不能说的 赶那梁 这是脏话不能乱说的 先不管脏话不脏话 藤原摔得还是不错的 虽然是为了缺认瑞叔的性别 但没缺认之前 天那么近 果然还是不好意思啊 先来看奶酪 这个奶酪 柔滑心嫩 甜而不腻 我发现我生病了 为什么这么说 本来身为处男的我 看到藤原对林白做了这种事情 我应该是羡慕得要死 但因为林白看起来也像女的 所以就变成了 徐礼徐气 哇 我的是奶酪 朋友同学的就是西瓜了 奶酪换西瓜 雪传 你去这样这样 不行啊 这样下去要暴露的 抱歉了 朋友同学 阿姨大 没弄疼你吧 孟子同学就是现在 你好辣嘛大声干嘛 光发细论 吃我一招 猴子抽桃 不行啊 那里是尿尿的地方 不可以啊 擒天柱 这个该不会是 阿姨大 哇 不要看林白这么可爱 怕了比再多的胳膊都要大 对不起啊 蚊子 这晴天柱会动啊 该不会是你的小叮当 重新长回来了吧 咻 啊 啊 啊 才能这晴天柱沉浸了 快抓住它 啊 抓到了 我也要 我也要 让我看看 我的晴天柱要被你们玩坏了 不用担心 瑞叔最很旧 和以前一样啊 哎呀 这只瘟痒的小老鼠啊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么说 这是你的 怎么啊 不是林白的晴天柱啊 为什么你们是这种反应 在 看看 没 看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叮 本期是普少女二老角说第九期 喜欢本视频记得关注哦 最好是点赞投币收藏支持一下up主 尤其是点赞 听一进化最后几天了 拜托大家了 一定要点赞啊 一定要 本期点赞音笔市场过2000 下周继续更新 那么 我是小叮 我们下期见啦